洪生翰呢 現在真的除了當上了Google熱搜的第一名 他的臉書 因為之前很多人現在已經叫做什麼紅七翻了 我們已經有叫紅七公 但是還有一個紅七翻 就是因為七次PO文都翻車 不過他到昨天還在PO 我沒有說謊 請不要這個特別去做影射 然後呢 又來把那天的時經典啊等等的料出來 可是我覺得有一件事情蠻有趣的 就他下面PO的這張圖片呢 就告訴大家說 你看 總質詢的電視螢幕上面 還清楚的標示 陳廷菲委員 並沒有上面有在刮鬍書面 可是我那天跟李奇哥私底下在講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到 2點15分的時候 其實陳廷菲的後面 在IVOD上面就已經亮書面了 所以換句話說 他這個截圖應該是2點左右 或是2點15分之前 無論如何網友在下面已經有破 我記得2000以上 破千次的留言 就一面倒的沒有人要挺 全部都在講說上班遲到你還一堆理由 又不用扣錢真的很誇張 事實上就是你看到嘛 台下一個立委都沒有 準時到場真的很難嗎 甚至還說我遲到我硬拗我驕傲 為什麼要浪費我們的納稅錢 來養這樣子的奇葩呢 這先講一下就是說 昨天那個協商完之後 其實基本上你已經可以看到 柯建民總召想要收他 那個態度放得很軟 改天再說嘛 遲緩則遠 你什麼時候看到柯總召 這麼的合元月設的 我想李文姐可能 上一屆他有這麼合元月設過嗎 大概很難啊 那有啦他得勢的時候他合元月設了 那這一次他被K的 說真的他也不太想再參貨這件事 因為洪生和闖禍我 怎樣我保姆喔 這就像這個陳瑜珍講的也很好嘛 議事員不是你保姆 柯總召也不是你保姆 洪生現在就下不了台 那最好玩是徐曉星昨天還把我一嗆他嘛 他說你兩天前貼文說 那個議事處通知你3點總召詢 怎麼這裡又變3點35 他現在最新解釋喔 他說不是我是3點總召詢 但是14點35 2點35 我要進議場的時間 理直氣壯了 現在大家意思是說 不對啊 你時間到就沒有在現場啊 對不對 你開議就不在現場 你才那邊繼續在那邊凹 而且他結這個圖 其實確切是幾點 那個議事處改上去 應該是2點10分的時候有截到這個部分 那不管怎麼樣 陳亭妃已經就是已經告訴你 他已經就是變書面了嘛 那接下來你總要做點應對 剛才這個波吉哥講的治理名言對不對 認錯的人 大家會給你機會 真的硬拗的人 真的哇哇給人家說 現在洪生就是這樣 3好加1好4好 4才4好 你現在再繼續拗 你越拗大家越看不起你 你就上熱搜一了 對 洪生漢這個事情 我就最喜歡問我們家小編 因為我們家小編說不管政治 除非他那一天剪掉那支片 否則的話 他們呢 對於今天呢 可能對那些網紅 什麼吸毒詐騙啊 更有興趣 對不對 很懸啊對不對 最近很懸的事情 他們都很有興趣 那對這個他們真的沒興趣 他問他們 他說 好像有聽到洪生漢的事情 也就是說 這個事情 這一次洪生漢丟臉丟大的 不只是反應在那邊 因為那個民調是前面的 下一次做可能更多反應 更重要是你已經打穿了 也就是說原本的同溫層 就說正常來說 立法院發生這些狗屁倒灶事 或者各種事情 一般來講 只有我們常常在關心政治的 或者是我們在從事 這個相關評論職業的人 大家是行業內的人 還有這個喜歡長期關政治的人 可能會關注 那一般他們只喜歡看影視娛樂 看網紅 那看一些有的沒有的 他們比較關心的是 Bump到底是不是詐騙啊 他們只關心這個有否悉 到底選不選啊 這些的 他突然他都知道的時候 那洪生漢這次的崩盤 那就不是單純的 只是說你在那邊凹就凹的回來 因為當你破溫之後 那你進到了是大眾的輿論事業的時候 大家只看幾個事嗎 你有沒有照規定嗎 你講的是有沒有道理嗎 第一個你就沒有道理嗎 你遲到好去罵 維持秩序的韓國語 有道理嗎 而且還叫囂 你看那天最後畫面放出來說 院長在講話 他在下面一直在那邊大小聲 誠何體統 那個畫面真的很難看 那你看這個老天鵝也把他 撿進去昨天的金 昨天晚上就爆了嘛 就是現在大便在酸嘛 所以可以看得出他現在非常的尷尬 而且呢他舉了證據 他又在學以前民進黨 就認知作戰 不是學民進黨 一直都在幹這件事嗎 就是他在用印 你看他截圖是一視洞洞 可是事實上大家都知道 陳廷沒改了 就像我剛才上一段講的 改了之後有沒有至少15到20分鐘可以印出 那大家還特別還有記者 你看不管記者還是很多的立委都去走 幫你走看看怎麼算都來得及嗎 那難怪洪生漢的傳說 大家就等下重新再審視一下洪生漢 喜歡這個休閒爺梢梢梢梢梢那些活動 你是不是平常太去殘禍這個 所以你腳軟了啊 你走不快了啊 還是你那天去梢梢梢Je night 還沒回來啊 他就說那個不是他嘛 這個是說他沒有那麼瘦嘛 對嘛 軟腳因為他喜歡躺著人家幫政府幫助他 那我們現在就在懷疑嘛 還是你跟當年我們高雄市長令 43 ort 台座市長的時候有沒有 氣爆的時候去幹嘛 去按摩啊 去睡覺啊 沒人找得到他 洪災這一次的崩盤 我覺得最大的麻煩是 如果民進黨沒有一個力量拉住他 讓他趕快認錯道歉止血的話 那接下來賠進去的是 整個民進黨的整個聲望 那事實上就往這邊走了嘛 一屍五十米 有可能 全部下水了 梅魯又有了五十一席 這說法又起來了 而且你看喔 開始大家默默下車了 那些其實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那個陳冠廷在那個現場的時候 他那個陳冠廷的臉色 這樣閒眼一看喔 接下來他在抗議的時候 他也比較小聲 那你看剛才前面搏機講 他已經下車 就聰明的人要趕快找台階下 但是紅色彈最大的問題是 他可能不只要向選民道歉 他還要向黨內道歉 因為他應該要在那邊輪值嘛 他沒有在那邊 所以我覺得紅色彈現在最大問題是 他還停不下來 那沒關係啦 他現在稍微有停下來 因為你知道他一天七次狼嘛 一天發七篇 然後昨天呢 十九個小時前發 欸今天突然歇火了 那代表應該有人找他了 然後我是認為昨天柯總召 提醒他 對有在提醒他了 可是必須說啦 紅色彈就像剛才這個立文姐講的 我覺得那個形容很精確 他當螃蟹當習慣你知道嗎 叫他常年橫著走 不會直著走 所以現在叫他當個正常人 紅色彈可能當不回去 他當立委真的很混 不是混是真的很混 那他靠什麼當這一屆立委的 靠的是古惑賴清德啊 那賴清德就是一個沒什麼變人之名的人嘛 所以紅色彈這種卡小他也在用 欸民進黨裡面搞綠能搞環保的一大堆人 紅色彈有特別厲害特別優秀嘛 事實目前看起來實質上是沒有啊 而且呢紅色彈這個 他事實上以前也是反核的嘛 那賴清德現在呢 對這個電力的問題 一個頭兩個大 童子嫌他之前在透露 賴清德搞不好想恢復何能 那紅色彈就是沒有用的東西 那怎麼辦呢 所以現在有人說傳出他要入閣啦 我就要當環保署長 那這一次我看可能入閣夢碎啦 但是這樣我們喜歡的益川大 大家就不會來了 唉我覺得有點感嘆就是了 希望民進黨還是讓王毅川有個機會嘛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分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酥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五 horse 五 horse 三大小 五荷 一 五 horse 五荷 五atus 五十 六元 六七六話